大家好 本星期的港股計算點數上比較悶 高低波幅接近是五百多六百點 我想下星期的走勢也接近 因為聖誕假期交易日數也比較少 短期為止維持在26,100至26,800區間上落 寬點是26,000至27,200 但市場當然本星期點數上好像悶一點 但亦是老土一句 繼續是炒股不炒市 這星期當然有不同的setter表現是理想 車股是其中一個比較亮麗 或是整版都做得好的setter 其中好像見到長城汽車 車股每個月都出現月度數據 大家都很容易很快去計算 到底未來的前景如何 可否達到全年目標 另外亦有像長城或其他車 亦有新車款推出 其實令到車股暫時繼續有一定的爆發性 另外新能源或煤炭類股份及電廠 因為內地方面各地省市有限電消息 所以令到這類型的股份 暫時可以成功吸金 尤其是你見到太陽能的股份 好像信爾光能 出現營起再配股再炒上去 所以令到這個setter繼續成為資金的一個寵愛地方 另外見到科技類股份 大智的科技股份沉降了幾天後 今個星期當然有曾經出現的負面消息 就是個別公司 因為一個反壟斷的情況 其實也有一個小小的法則 令到大家中段來說曾經震盪過一次 但今天來說也要修復之前的一些失地 大智內一些科技類股份 大家之前也提及過要捱一捱 今年2020年他們都不會有大幅炒作的情況 因為資金未必會再大幅流入他們身上 反而中型的一些科技類股份 其實走勢更加強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可能是炒中價類股份 超大型股份未必能推動 而下星期當然正在聖誕臨 預祝各位聖誕節快樂